如何只用指令通關 哈囉大家好我是洪月 今天又是來到我們的速通挑戰的一天啦 然後我一定要說 自從我玩完了就是創造通關Minecraft之後 超級多觀眾就是希望我 只用指令來通關Minecraft喔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 不能進行任何的操作 我們不能走路 不能打東西 只靠指令通關 這個是不是太簡單了一點各位 這個到底是誰想的啊 而且還不只一個喔 超多人都這麼想 那我們就是可能 視角可以讓我移啦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 方便大家看到東西嘛 但是我們不能夠揮一拳或幹嘛的 只能使用指令了吧 那其實我也沒試過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最快 總之 我們第一件事情要做應該就是 Locate 然後找那個 終界祭壇在哪吧 終界祭壇英文叫什麼 等一下我要去查一下 喔要散要散我懂了 要散應該是這樣子 OK 這個呢就是終界傳送我們的位置 我們就是直接 呃 TP過去啦 直接TP過去 然後我們不能進正 欸欸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我我我只能使用死令操作 等一下 不是這裡 欸這樣不對喔這樣不對喔我要死了 欸 不是喔白色喔 我這樣 我這樣沒辦法知道詳細的Y座標欸 3 3 呃30左右啊 喔 30還是會卡住 28 25 27 等一下 白色喔我這樣會死很慘 不是喔他沒有Y座標 其實我可以改成創造 但我覺得這樣就不好玩了 等一下 我我只不過要找個 祭塔真的有這麼 克難嗎 0 不是 45 23 喔 我來到了一個 欸有殭屍有殭屍 等一下 欸我看到前面有那個 寶壘了 等一下我我我這樣要怎麼走 15 喔 我我進來了我進來了 欸欸 欸等一下我揮盪拳了白色喔 呵呵呵 不是喔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進中間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決定我要使用其他的指令了 總之還有一個方法呢就是我們可以在腳底生成一個 呃 終界傳送門的那個 那個 東西啊 等一下我們 我們直接取代掉我們腳底那個方塊好了 呃 最後這塊 然後把它變成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啊 那終界傳送門叫什麼啊 誰知道啊 這嗎 喔對對對對對 喔我們進來我們進來 然後呢要怎麼打贏終界龍 打贏終界龍我們直接 Cue他可以嗎 我們直接打這樣子 然後清除就是 除了玩家之外的所有屍體喔 欸 等一下 這樣是不是不算通關 那我試一下 欸等一下 好像這樣算通關欸 可是沒有看到那個龍被殺掉的動畫好像就不算了 呃 不行 我一定要看到龍 飛上去的那個畫面才算通關 我要重開一張地圖 OK那總之我又重開了一張地圖喔 那一樣 我們就是把 中界傳送門生成在我們的腳底下 接著 欸等一下 我們先 可能在這個地方有沒有生成一塊玻璃 接著我們就TP到那邊去喔 像這樣子 喔 我們就可以在絕佳角度欣賞的龍在飛 然後接著 要怎麼樣比較好殺啊 叫 雕靈怪嗎 我這以前好像有聽別人說 雕靈怪 呃 打中界龍是會贏的 我不確定阿 總之我們生成站在中間看看 欸等一下他卡住了 高一點高一點 只是 雕靈怪好像也不會一直打龍阿 我看他就在那邊亂飛打安德欸 這不太對吧 欸 雕靈怪 呃 我個人是覺得好像沒啥用阿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 我真的覺得他沒啥用 欸等一下 完了 欸白色喔 我掉下去啦 等一下 嗯 感覺我還是真的要想個方法欸 先把那個難度調成和平好了 先把雕靈怪清掉 把難度改成和平 然後就可以再改回來了 那我到底要該怎麼做阿 用TNT有辦法嗎 我召喚個TNT看看好了 欸TNT有兩種 這是什麼 喔這個是TNT礦車 礦車沒用 我要的是一般TNT 喔好像 一般的TNT好像蠻痛的喔 試試看試試看 好像不錯欸 就是他會直接爆炸 那我在想阿 我們是不是也需要就是把這些中間 水晶拆一拆阿 感覺需要欸 像我這樣欸 我直接TP到中間來了 然後 我要怎麼樣才能知道這邊是哪裡 先 調一個座標看看 喔好像是 然後我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有沒有 喔這樣好痛苦喔 我不知道該怎麼上去阿 快點快點快點OKOK 然後這邊抓個高度好了 這塊的座標是多少 是這個 然後目測我們到100 喔剛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邊有沒有 可能 可能45個地方 然後弄個TNT 我需要這麼克難嗎 等一下 欸不是TP 生成 欸等一下 白癡喔 哎呀我真的是指定我問題 你知道嗎 我現在在想如果 目前你們在考影片的是指定大佬 一定會覺得我根本覺得在耍鬧 你知道嗎 莫名其妙 欸 等一下 這龍蟹還沒結束 畢竟這個是我不擅長的阿 我誰平常會用指定玩遊戲阿對不對 喔這龍蟹什麼時候不見阿 煩死了 OK那目前的話 終於又過來了 然後我們就是 呃對準這邊阿好不好 我就不管我又不會死了 我先試個東西看能不能炸掉好了 因為我不能夠破壞嘛對不對 我們直接生成個TNT 然後在這邊 欸這樣有炸掉嗎 再看一下再開一次 欸有炸掉有炸掉 不錯不錯不錯 有炸掉 然後中間我去中間了 欸我順便試試看 用一般TNT能不能炸他好了 0 640 其實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在扣血 啊 應該是因為在雞眼裡 傷害被抵消了 我應該要炸高一點應該會 然後我要死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事沒事 欸然後這邊的話應該就是相對位置對不對 相對位置 這邊一定是負 負四蛇就可以炸到對面去 有嗎 好像也沒有 喔 我剛剛好像看到閃一下喔 喔炸到炸到 這個被我炸掉有沒有 相對位置 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同時炸很多東西 啊我知道 來我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直接在這邊 放個這個 TNT 這樣太大是不是 OK沒關係 85 他一般的指令TNT沒辦法召喚很多欸 我目前一口氣升這樣子 一萬五千顆 OK 我目前呢通過指令在蠻遠的地方看戲啦好不好 然後龍目前不知道跑去哪了 當然無所謂 我們目前終於要來正式引爆了啊 來TNT 然後直接0 640 70好了應該70 炸 OK 這樣周圍的終界水晶應該就被炸掉了吧 呵呵呵 等一下好lag喔 喔這個這個真的就是我 愚笨的腦袋能想出來最ok的方法 直接一口氣清光是我的終界水晶 有嗎 這有清掉嗎 這麼感覺還有漏網之魚啊 喔好像全部都有清掉喔 只是他那個 呃還沒有該怎麼講 他地圖還沒泡完 欸這樣好卡喔各位 我是不是不應該同時引爆一萬顆TNT啊 超級卡欸 然後終界龍的血量其實還是有在掉的 只是 我也不知道他就掉的很緩慢 欸好像好像是不是塞蠻夠的啊 他一直在炸然後還被炸完 然後每更新一次地圖他的那個血量就變少了 然後所有的那個 終界水晶應該都不見了 呵呵 呵呵好像有搞頭 唉唷 好像有點搞頭欸 終界龍一直被炸到不知道是幹嘛 他有點卡住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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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發生什麼事 他怎麼才掉這樣一點血而已啊 我本來以為那五萬顆TNT就可以把終界龍炸死 看來殺還是不太夠喔 OK沒關係 總之他到中間去之後我就是瘋狂連打TNT 這個七死應該會剛好夠炸還對 他去中間他去中間看 快 我現在在炸他我在炸他我在炸他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 我炸他我在炸他 呵呵呵呵 好白癡喔 有沒有人是指定大師 你們看到我這個操作是不是覺得我很智障 呵呵呵 我真是從頭靠指定炸死終界了 來 結束結束快快快 最後了最後了 喔 nice nice 呵呵呵 感謝各位觀眾的挑戰啊 我沒有想過就是 只靠指會這麼麻煩 也可能是我自己沒有去特別先查 呵呵 總之我們最後就在進入那個 快樂的傳送門 就結束我們這次的挑戰好不好 欸不過可是這樣怎麼辦 感覺我們這一集會超廢欸 就是 沒這幹嘛的樣子 不然這樣好了我目前就是用指釘生成一個玻璃在這邊掛機喔 然後我就掛機一個一段時間吧 在這期間我什麼事都不會做的 但它好像不夠高 我們到101這邊去 還不錯啊 看了這幅美景 然後我們就掛網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月亮在哪 月亮會往這邊吧 我們就在這邊掛到早上該片長夠長了好不好 畢竟身為一個YouTuber 我們總是要讓影片長度更長 你們說對不對啊 那總之後面是不會有任何東西的啦 歡迎各位觀眾直接離開啊 請問一下 或許介紹一下 過程 什麼時候公關 我們這些會呈承的 來個詞 你自己去開啊 那іс 有什麼時候 嘛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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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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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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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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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